主料,迪金面粉140克,鸡蛋3个,主料,黄油140克,奶粉60克,糖粉或细砂糖100克,泡达粉5克,万月梅干30克,白朗姆酒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,将万月梅干放入朗姆酒中煎泡20分钟,黄油室温融化,加入糖用打蛋器打至颜色变浅, 体积膨胀,鸡蛋在碗中打散,然后少量逐次加入黄油中,每次都要充分融合后才能再次加入,浇奶粉,低筋面粉,泡打粉放在一个容器中混合均匀,将混合粉筛入黄油,用橡皮刮刀搅拌均匀,在慢热塑浇磨中放入纸杯,然后将马钻壶倒入纸杯中,只要到7-8分满,在马钻壶上放上浸泡好的万月梅干, 烤箱提前预热至170度,将拇指放入烤箱,20分钟左右,烹饭技巧,想要知道是否熟透,其实很简单,只要准备一个芽线,在蛋糕中心部位插入,如果芽线比较干燥,说明内部已经熟透,就可以出炉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关闻贴气牛CXYC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